我们先请西雅图的Tresa师姐带她的师兄Edward 同大家分享在上周三在西雅图雷藏寺大殿师尊 给他们现场加持的殊胜感应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助教 贵宾 同门 以及网路上的同门 阿弥陀佛 在此我们以感恩再感恩的心 来与大家分享两天前所发生的奇迹 星期三那天 求师尊加持我的师兄 因隔天他将有一个脑部的CD scan扫描 早一个星期前他也做了MRI的扫描 发现右边的脑有一堆的东西 专科医生说呢 希望不是肿瘤 只是医学 因此医生说 再做一个CD扫描 做之前呢 必须注视IV 这种注视呢 有很多的辅助用 可能呢 可能呢 也有生命的危险 因此需要我签名 当时呢 我说了一句 师尊 交给您了 检查的结果 任何副作用都没有 另外CD扫描的报告 那一堆的东西全都消失了 医生也觉得很奇怪 只跟我们握手说 可以回家了 再次感恩师尊佛菩萨 护法的慈悲 我们将涌寄心底 最后呢 我要感谢我的 我们的好朋友杨慧真 他说 他将与我绝交 如果我没带我的师兄给师尊加持 谢谢你亲爱的 晚安 感谢全傻师姐和我们分享他们的感应 也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师尊 对众生 对弟子们的慈悲 时时刻刻的加持和救度